5月8日晚,新疆著名电影演员,新疆排球专业队运动员,教练员,冰山上的莱克男主角阿米尔的老演员,阿布都利米提因前列下来去世,享年74岁。 1963年,电影《冰山上》的莱克上映后立即风靡全国,阿布都利米提塑造的阿米尔这个角色深入人心,如同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、《怀念战友》等电影插曲一样,堪称经典。 此外,阿布都利米提还是新疆排球专业队运动员、教练员,拍完这部电影之后,阿米尔又回到排球队继续打球当教练,一直干到退休。 故人已去,但是阿布都利米提的形象会如同他塑造的角色一样,永远留在人们心里,也愿老先生一路走好。 有苦娱乐播报,整理报道。